在我的记录里面 整个雅各书 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讲了九次 今天是最后一讲 当我回顾过去的这快要两年的时间 跟弟兄姊妹们在不同的信息里面 在我们的退休会 也有两次生活上面的一些主题 但是在主日的敬拜里头 基本上我们是从雅各书 一章一节的来讲下来 当我等今天要讲到最后一讲的时候 我觉得雅各书终于让我知道了 他想要讲什么 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跟弟兄姊妹们说 我读雅各书的时候 我以前读 就觉得他就是像真言 很像旧约的真言的味道 但是呢 我总是抓不到他的重点 我觉得他东一句 西一句的想起来就讲一个 讲试炼啊 试探啊 然后一下子又讲到要祷告啊 然后又讲到你要怎么说话 一个敬前的人 要怎么样子管住你的舌头啊 等等 那么到了今天 我做总结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雅各书他讲的 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 叫做成熟的生命 敬前的生活 我越想越觉得高兴 把主给我开启了 原来雅各书 这些讲到试炼试探 讲到祷告 都是要说到我们里面 那个成熟的生命 所要注重 然后讲到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话语 我们对人的敬前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要彼此争斗 这些讲到了 就是我们真正的敬前的生活 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 在雅各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他是讲到 祷告的比较警惕性的话语 比如说他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什么 忘求 就讲到你们祷告 祷告了半天 为什么得不着 然后又讲到说 你们要凭着信心求 然后又告诉我们 我们 所以 我们知道说 哦 原来 祷告是这一切的根基 这是在第一章 第三 第四节里面就开始了 一问候完完 他就讲到祷告 然后 到了最后一章 又以祷告来结束 前面 前面讲到说 信心疑惑的人 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手 因为你的心疑惑就像海浪翻腾 这讲到我们一个成熟的一个人 需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光景 那么到了最后一章 他用祷告的各种祷告 你会今天注意到今天的经文里面 讲到的这个积极要得着的祷告 他讲到了整个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怎么学习 所以你注意到的时候 雅各书其中里面提到求祈祷祷祷告 这样的字眼 同样的出现了十三次 他讲到了消极得不着的祷告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你们不求 你们忘求 你得不着 但是呢 他也讲到了我们积极一定会得到的祷告 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 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 一直在生活里面来学习应用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我们读的积极必得着的祷告里面 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经文了 你会发现 这个我红字这里写出来的 我们来只把那个红字读一下 好不好一起来 该祷告该歌颂 为他祷告信心的祈祷 彼此互相代求一人的祈祷 你看他的祷告就一直提了那么多 然后在什么场合呢 这蓝色的是什么 受苦喜乐有病认罪 所以你会发现在生活里面 各种层次里面 雅各告诉我们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然后他又提到了用旧约 他们所熟悉的例子 讲到以利亚 他怎么样肯切地祷告 他又祷告 所以环境也起了变化 然后最后他结束的时候 他说若是有人私民真道 就是为了那些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知道他已经离开真道 我们要用祷告使他回转 而且这样的一个福士 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弟兄姊妹 你为一个罪人祷告 一个走迷的人祷告 不但能够挽救他不死 不到永远的死 而且让他回头回改 而且对你自己 对祷告的人自己 你注意这里讲的时候 要遮盖很多的罪 这个也是我们得益处的 你知道吗 当我们为一个罪人祷告 我们为一个人 在难住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生命被主的爱来充满 我们生活就会越来越警惕 越来越近前 所以可以遮盖许多的罪 那我们来好好的来看这些教训 首先 这一大段经文里面 是要告诉我们生活中 怎么样积极操练祷告的时机和心态 我们要去找这个机会 我们要注意这个机会 还有祷告的心态 什么样的时机呢 什么时候呢 我们刚刚读过了 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在喜乐的时候 你在生命的时候 任罪回转 环境变化 甚至大风暴 大雨 干旱 我们都是基督徒祷告的事情 所以你看 随时祷告 不住的祷告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也是我们的生活 然后心态上 我们心态是一个服侍人的心态 当看到有人软弱的时候 我们为他祷告 当我们觉得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我们祷告 我们家人 亲友 教会中间 弟兄姊妹们有了冲突的时候 我们彼此认罪 互相拜求 而且当我们好多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仰望 我们还在等待 我们就需要求神 给我们信心 耐心 爱心 来恳切地祷告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 怎么样为他们祷告 就一个灵魂不死 可以遮盖许多的罪 上个礼拜 我们 我有弟兄 有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 他通知了我们 说他在playground 他在附近去游乐场地的时候 他们认识了 有一个陈老师 这个陈老师带了一个四岁的孙子 那么他就跟他聊天 就发现 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 所以他就介绍了我们 到他家 上个礼拜 四礼拜几 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 就安排了我们到他家 跟这个 他没有安排 他本来是要 那一天我跟我太太就说 本来要散步 走一下子 结果我太太就说 哎我们就走到他家去好了 就很近嘛 就走去 结果没想到 我们去那里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哎你们怎么正好来了 我约了那个陈老师 等一下就会来 我本来也要介绍他去听你的 他就说 礼拜六的福音聚会 就是昨天 昨天我在法拉圣 有一个教堂 一个教会里面 有个天路师哥师班 他们举办了 一个福音 师哥的见证会 他们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同工 所以有教会也做了一些海报 他们那边做了一些海报 所以我们教会的姊妹看到了 他就有福音的负担 就邀请这一位陈老师 因为他们多谈了一点 他知道他家里面很痛 所以他邀请我们说 礼拜六带他去听这个福音师哥 所以我们就去 我这时间搞错了 我们礼拜六去听福音师哥 我们是礼拜五 礼拜五到他家 上课的时候到他家去 结果一谈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女士很开朗 曾经在美国读过书 那么现在来帮孩子 帮你们照顾 我打发他就跟我 他也完全不宜满 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已经很痛苦了 已经满到这里了 就是他的女婿 在女婿家里面的情况 你能够想象 一个十岁的男孩子 他会告诉人 他怎么样计划 要把他爸爸结束掉 你可以想这个家庭里面的 十岁的孩子可以告诉你 他的计划是怎么样来做的 然后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忘记 所以我们在听完福音师哥 他也跟我们敞开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已经神预备 他1987年来美国读了三年的做那种特殊教育 就是那过动儿那种很急躁的他做了这个教育 然后他回国去了几年 遇到了 看到认识的一个被关了27年的为主受苦的一个传道人 所以他其实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去了 可是他一直后来又来到美国 他就没有积极的去追求 那这一次你看 在这样的时机里面 我们那一位姊妹 其实是我们教会去年邀请到了英文牧师的太太 英文牧师 我们请到了一位年轻的英文牧师 这个英文牧师是到河南到北京去做宣教士 结果没想到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 他这个太太 他丈夫是家庭教会受逼迫的 也是一个传道人 所以这个英文牧师也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所以他太太神奇妙的安排 就让他就住到我家附近走路 五分钟七分钟的一个距离的移动 空了两年的房子 卖不掉的我们弟兄的房子 因为他们带了一只狗 从南部搬到我们这边 不知道人家公寓不给他进口 所以进去的时候 人家告诉他讲对不起你 狗不翻译 他们临时没房子 弟兄们急得找啊 他就找到了我们家七八分钟走路的一栋房子 我也非常高兴地觉得 我能够跟这一对年轻的夫妇 又是讲中文的 我们能够沟通 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 那么他就是一个祷告 他就为着福音 他太太说 我要为着这个福音朋友 所以过去的不到一个月里面 他已经跟我讲 他有邀请了三对 三个家庭 都是在playground 神祷告 他就去看到 一谈这个人心灵空虚 这么寂寞 从来不知道这里有中国人的教会 都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我们福事 我们要祷告 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 等下我们在后面一谈 这是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且遮盖很多的罪 那个家庭如果 如果没有基督及时进入 昨天我们在车上说 他这两天已经打官司了 已经在法院要判 判什么呢 判南方的父母 不可以住到这个家里面 这中间的故事 一定要很复杂 所以你想想 这几个人里面有多少故事 我都理不清楚 要跟你讲 所以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痛苦的人太多了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几节 祷告的经文里面 这里说 有喜恶的呢 他六百会说 有痛苦的呢 我们就跟他一起跟上 等一下 结束的时候 我请秉慧的弟兄 带我们唱一首诗歌 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说 我们怎么样 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就是我们可以同度 人生的风 人生的风大 一起祷告 一起欢唱 一起哀哭 是教会的概由 我以前开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第一次唱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诗 然后每次我们受洗 聚会完以后 我们有party 请这些新进入教会的人 哇 我们就一起唱这首诗歌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把它改过来 这是 不不 这是对的 我以前都写成 我们都是一家人 结果很多人唱说 我们一家都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 我们成为一家人 就我们本来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那个尤其我们唱那个 我儿子他们那个时候 中文 咬咬咬咬咬的中文 你看我们 一家都是 不是 我们 我们 都是一家人 他就说 我们一家都是 这个就 就唱 不是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血缘的关系 虽然没有 可是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可以因着主的爱 生为一家人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有一些广据要讲解 有几个迷思 生病要不要看医生 为什么这样说 那里面说 你们有病的呢 都要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 为他祷告 那你说 生病的人要不要看医生 不要 圣经里面经文写着嘛 健康的人不要 可是呢 有病的人用得着 所以必须 我们要很平衡 我们要知道我们医疗 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之地 而且 但是医治的源头 是从神上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对于现在 当然啦 有许多的现象 让我们很迷惑 比如说 比如说 这几年来 就是讲的两题话 到底要不要去打那个疫苗 是不是 是吧 这边讲 举出一大堆 我的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打下来是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那边也讲 我如果没有打疫苗 我早就死掉了 对吧 等等等等 怎么办 我们为了这个东西 我想个人 你自己在神明里那么高 因为这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不能说 这些 这些人 发展疫苗 有什么野心 有什么东西 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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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讲 你自己 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就讲这样 我们到这个年龄呢 每次去看医生 医生有时候 你我们去打流感的针啊 他也有时候他很生气哦 你不去打他也很生气 是吧 那你为了他 天天叫你 一直来盯着你去打 你也生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面前求神 让我们知道 我们该做什么 可是在这里讲到说 你要去找 要请教会的长老来 为他按手 有病的 所以我们除了医生以外 医药以外 还有一个途径 是请教会成熟灵性的人 来问你老爸 因为医生他会使用 神使用医生和药物 但是请教会的长老 也就是说 教会里面的灵命 比较成熟的人 这有两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 我们敬重 我们生病的人 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敬重 神在教会里面 所摆下的恩赐 你要敬重 神在教会里面 设下的 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 他们灵命成熟 但是同样 对这些 被人请去 要给人家按手 祷告的人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生活 必须要圣经 我们必须 不然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讲得很那个 你如果有罪 你如果很严重 你去借着 你去按手 按手 是代表一个联合的意思 那是一个在属灵里面 你如果不对付你的罪 你如果人家请你去祷告 你只要实在良心不安 你觉得我实在 最近生活 太不行了 你最好 勇敢的说 我不合适 你现在 或者你不是说 你就不要你说 给我两天 或者什么 那么你在神面前 认罪 而且在这里 你要特别的警惕 如果那个人说 还等你两天 我都快要走掉了 那你这个时候 就更 我们看到这种紧急性的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 在教会的负责弟兄 我们要知道 因为会随便犯罪 你有罪吗 他很多人 都有罪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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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这一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的 我们重要的是 要心自好自救 然后 圣经也讲到 这一段讲到说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看 这个一致的特务 他说你要请教会的长老来 弟兄姊妹们 有没有人去参加过一些 所谓神医的聚会 有没有 我们中间 有 看到 看到 等得医治吗 没有 你没有看到 我没有 我 自己没有去参加过一个特别 神医的聚会 可是 我知道 我很 怎么讲 你不能说是 我能够说 我能够理解 我不要讲说同情 这个话不太好 我说我理解 为什么 有许多病人 他 要去找 神医的聚会 因为他听到 有好多的神经歧视出来 在那里 可是我自己家人里面 比如说我爸爸 他后面的十几年 他就是 整个人就是脑 stroke 这个叫什么 这个 中风 中风 他几乎又动不了 那我哥哥 那个时候 在台湾照顾他 他心里面也蛮内疚的 因为那时候 我父亲为着他的事情 确实是担很多的心 后来 会发生这些事情 跟他多少有点关系 最后来 他就积极的参加教会去找 一听到哪里有这些大会的时候 他就老婆的带去 因为他希望能够借着这样 他的认罪 他的悔改 这个我们 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理解 结果 有一两次 他带去以后 他自己先去看 人家不是说 随便就带去 他自己先去一两 因为这种特会 一开始就是三四天的嘛 对不对 他前一天看 哇 他看到有人站起来了 有人那个 他就跟我打电话说 要带去 要带去 你想想 当我们站在另外一方的时候 何况是你的家人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是跟你们相关的人 你怎么 你怎么告诉他 你在那个时候跟他辩论真理嘛 圣经上有这样那样这个呢 你就说 你你你你你决定嘛 是吧 结果他带去了以后 回家 当然 我去 不管怎么样 他该做的程序都做了 回家了以后 第二天 第三天 我知道事情 我姬母说 我姬母说 我姬母后来我 我姬母照顾她 她说 以后不要再让你带去 她回来 一个晚上 鬼哭神好人 叫着我 叫着吵的我都不能睡觉 都吵的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弟兄姊妹 到底 我我 我你们听了 这是我个人的 经意里面 好像碰到的 是不是 那么让我 觉得 可能 我绝对 不 不排斥 因为别人的感受 别人说她得医治 你不要说你们有得医治 是吧 可是我确实有一位 很认识我 也是 现在 刚刚 马上要从南非 不是南非 从 那个叫什么 叫 那个 啊 对 她到了那个国家叫什么 马拉威 她是一个 残障 小时候得了小孩麻痹症的 一个姐妹 她 退休了 65岁退休了以后 她到 自费 到马拉威 去做两年的宣教 住在他们当中 教他们英文 许多中国人的商人 或者国家的一些人 带到那边 她就带领他们查经 给他们介绍信仰 她自己是个行动不变的人 那么她差不多十几年前 在New Jersey有一个某某人的神秘大会 我们教会几个三四个姐妹 都是很close的闺蜜 他们就带着她 有两位都是这样子 就去 结果第二天 那是礼拜六 礼拜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们来教会 就非常的兴奋 就告诉我说 昨天晚上 我们就看着她在台上 看着她的脚 叹叹叹叹叹叹 长出来了 就往前伸了 就长端脚 就出来 她告诉我 看到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很不幸的过几天 又回不原来 到底是什么样 什么回事 我们就知道 但是没有因为这样 让我们这个子妹 信心就失去 我们绝对要理解 当人有难处有病的 我也相信 我也求神 真的 我也相信圣经里面讲到的 而且 就在今天 现代人 在一些地区 神是使用一些人的恩赐 行神机 你必须相信 这世界有神机 可以有神机 可是至于 我们是不是 都要去追这些 求神来迎候 但是圣经里面 却明显的说 有病人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 换句话说 不是每一个教会 都有这样的 医病的恩赐 所以我们在地区性的教会里面 一个照顾弟兄姊妹 羊群的人 是一个跟我们 他就像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的父母一样 属于的父母一样 所以 他们跟我们 跟社会的弟兄 有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 让我们把这个成为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不要一直等待那些特殊的机会 平常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医治代表医治的情况 第三个 跟这个有关 他说要用 凤主的名用油抹他 长老 那抹这个油 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 我相信不是 因为真正的 使他得医治的 是后面的经文说 用油抹他 出于信心的祈祷 比较重要 这个病人 我以前 我以前 跟着带领我的弟兄 徐华医生 一起学习释奉的时候 他有一阵子 他就要带 要求 问我 叫我跟刘志雄 我们跟他去喂病人 去祷告 他身上就 口袋子就带了一小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东西 我就问他 这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 这就是感染有 那感染有 他说 这个油 本身 他说的 他说本身 不代表什么特异功能 可是 我们 这个感染有 本身有一些 在圣经里面有些意思 他是经过感染被压成的 他是圣洁的 等等等等 他是 而且圣经里面说 他说 我们用这个去医治 他是借着这个 求神的医治 就好像 是我们 在 受洗的时候 我们给 弟兄姊妹们 用水施洗 并不是这个水本身 是什么 一下变成鲜水 不是 这个水 不能洗去人的水 而是 他借着他 来表明 一个捷径 悔感的过程 使我们 与主耶稣 同时 埋进去吗 出来 就同活 而去归入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到 生病的人 刚刚一直到现在讲到 是不是我们要问说 生病的人 一定和个人的罪有关系吗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说 他若犯了罪 也必能射 他若 有可能吗 这个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仇 使你们可以 得到彼此 所以我们说 生病 虽然不一定和个人的犯罪 有直接的关系 但不排除 可能性 因此需要 警察 认罪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生病是一个 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或者说 从神学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一个反省的机会 你是不是生活 不作息 不注意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 有一些 不好的习惯啊 你是不是出入一些 不该去的场合啊 所以这些等等 都是 让我们 能够 省察 来 改进 我们自己 生命的行为 所以不只是 自己省察 认罪 若是 得罪 得罪的人 还在 我们应该 彼此 认罪 不想到处 这是 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 只留在 施打 或告解 两世 知道 什么叫 告解吗 告解 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 这个用的是 一般 是在 天主教 弟兄姊妹 他们说 我们去 我们去 跟神父 或者去 跟修女 隔着一个 不连 我们倾诉 我们的 我们的罪 那他听了 他在里面 也为我祷告 就圣灭了 不是 我现在没有意思 讲那个对 对 我的意思说 这个祷告 不要停留在你 自己的 自己 就是一个 你跟人 中间 那个有了对象 你得罪的人 人家得罪了你 不是指在你 当然 私下的祷告 是预备工作 是需要的 可是 必须 要去 面对这个 这个告解 也在我们 今天教会里面 也表示说 你去找一个些 属灵的同伴 或属灵的仿佩 你们彼此 你告诉他 你们还错 可是这都不解决 最后的问题 最后问题 你要去面对 你要去面对 所以这里说 要说到 要彼此认罪 互相拜求 然后 说义人 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于功效 那谁是义人 你说那个长老 替我祷告 祂是义人 是 祂是 可是你 你也是义人 你知道吗 你也是 你也 因为神 祂的保血 遮盖了我们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人 所以 可是我们生活中 当然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不洁净 可是神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 我们就可以随时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这里说 我们不一定 是要靠着牧师 长老神父修女的报告 不是 所以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是 我在天上的努力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有 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 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 神赐给我们教育 神赐给我们家人 这是你有困难 有痛苦 有喜乐 有哀伤的时候 最快一起祷告的 尤其你跟你的妻子 或你的女儿 跟你的孩子 趁这个时候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每天 每天啊 我不是说一个礼拜一次 你每天 有没有跟你的家人 在一起祷告 吃饭的时候 大家一起祷告 今天早餐是老大 午餐是老二 晚上是爸爸 睡觉前是妈妈 都可以啊 你就是要找机会 就让全家人 能够有祷告的时间 所以圣经说 虽然讲到 以利亚 提到了这以利亚 以利亚 以利亚因为我们是 有一样性情的人 他也有软弱灰心 但是神却使用 他作为为国家的王 战胜贾现物 这是神特别使用以利亚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以利亚的祷告 他求降雨 不降雨 都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 以利亚奉神的名祷告 他三年 就六个月 他就为了让这个 雅哈瓦 让这些他们看到 神的愤怒 领导咒诅 要领导这块地 他们拜回去 他可以三年六个月不下来 可是因着 为了要彰显 他是真正的 是传达神心意的人 他在祷告 神就赐下一步 神 能够使他 战胜那个佳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段的祷告 一直强调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在借着神的仆人 甚至我们自己都可以实行 最后 两节 讲到说 我们要为一个罪里的悔感 从迷路上转回 这就是我们遮盖学的罪 雅各苏有一个 最后的这个结尾 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不像其他的俗心到最后 还要问候谁 问候谁好 然后奉主的名 然后结束 他的结束就这样 他以遮盖许多的罪 这句话就是发上去的 我们能够叫一个罪人 从迷途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 不死 并去受害羞 所以我们看到 雅各苏 他这个雅各 跟犹大 论耶稣的肉身的弟兄 这两个人 都是 祷告的 当他们写书信 后来他们信了神 信了耶稣是救主以后 他们被神使用 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 都成为教会的英雄 他的最后的这一句话 雅各说 他的最重的负担 是要为师民真道的人 要祷告 使他为主 在教会历史上 有一个人叫做圣奥古斯丁 他是影响使徒保罗 不是影响使徒保罗 影响圣奥古斯丁 他是主后三百 不是四年 他是影响哪一个 我一下子卡住这个名字 想不想 他的一个祷告 就影响了教会很多的伟人 他的母亲 有为了圣奥古斯丁 后来人家给他加上圣 这个奥古斯丁 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 他曾经 他父母亲也为他祷告 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 敬虔的人 可是后来 他在他那个年代里面 他就走邪路 吃喝嫖赌 可以说 那个时候都有 可是到了一个程度 他的内心里面也知道 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母亲 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知道他的生活 绝对会让他母亲 非常的痛 所以他自己有一次有一个自觉 他就去住到修道院里面去 要安静几天 要悔改 那有一天 因为修道院里面都有这个 固定的时间 有要去祷告的 他去安静的时间在那边的时候 突然有一句 有个圣经 有个声音告诉他说 你要去 你要去 翻开圣经来看 结果他里面 顶不住这个声音 他就去把圣经拿来看 他就把它翻开 哪个地方呢 他一翻开了 原来 圣经里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有一个说 你们不可以协定放大 你们生活里面 作为神的子女 必须要圣经 他那个时候 这么痛苦的时候 他看到了这一段话 他心里面知道 一定是有人为他祷告的 后来 他跟他母亲 讲他这一段悔改的见证的时候 他母亲告诉了他一句话 这一段话 他说我为什么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久一点 这是后来阿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上面 写的这一段 他说他母亲的祷告 他说我只有一个 并且是唯一的原因 就是看见你在我死之前 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上帝现在应允了我的愿望 我现在能够看见你成为他的仆人 我在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其中 就是圣阿古斯丁 他在他的《忏悔录》 他这一生里面怎么样的 从他的离开神 到最后被神所使用 然后他写了几本书 尤其这本《忏悔录录》 所以我们 他这里 这个是我们讲过的吗 这个 没有 看看这里 所以在这里我们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去找人不要传播 不要因着 去被别人带倒 反而造成的污染或更大的伤害 而且不要以为说 我们心里要知道 别人有软弱 我们也知道 这样不要以为 这样的软弱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你好像在讲一件很稀松的事情 其实这个 当我们为别人的软弱祷告的时候 我们心里也是 也是怀的伤痛 我们是要正面的 违撞 因为爱你遮掩许多的罪 这是今天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的交道 那么因为我们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把 把祷告这方面有关系的 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想自己讲了 因为这圣经整个都有 在你们的程序单里面 你们都很详细的把它列出来 你看圣经里面对祷告的教导说 我们要藏在主里面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而且我们要顺服神的权力 要照祂的旨意来求 你看 约瑟 还有科西马尼元 流泪的祷告 他们都是在那么痛苦里面的时候 来向神呼求 可是他们也选择了 是顺服神的选择 所以我们祷告 是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 而不是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 以问题为中心的祷告 永远就没有问题 不断的问题 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得不长 今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因为前面有个告诉我们 我们有疑惑 我们有信心 我们不信任神 所以我们就得不长 然后我们有罪的拦阻 你看雅各苏同样一卷 书信里面 又讲到我们 这些斗欧、竞争、杀害、嫉妒等等 我们也不能够 所以我们不求 我们得不长 我们望求 我们也得不长 所以这是整个雅各苏 其实给了我们全面的 祷告的一个教堂 我今天就把它结束在这里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回去 以后你读雅各苏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整本书 是前后福音 所以我们来到的结论 说祷告不仅仅是为了 求主成全我所求 更重要的是 借着这个祷告的操练过程 我们能够与主更紧密 改进我们与人的关系 以至于祷告人的人被改变 越来越想结束 这是主耶稣 门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闻 我留下两个题目 一样给弟兄姊妹 自己反思 也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 你在困境中 你有没有跟别人 你的难处 有别人跟你一起分担 而你以后得到平安的这个经历 而且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 所列举的 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去找 去医治特会啊 你是不是要去 向人 找人带导啊等等 有几个今天都 借着经文 我们都做了一些讲解 求神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 给我们自己亲身对祷告体验 给你认识神 好 请问我们弟兄 恩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操练里面 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的引导 而且可以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 彼此祝福 彼此帮助 求神使用这个教会 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杂根 在与你祷告的事情上 更多的与你亲密 而且借着祷告 我们弟兄姊妹们 可以真的是像一家人一样的 有苦同担 有乐同仁 谢谢主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来说奉主耶稣基督的神 咱们